简安乡公所清洁队星期一上午也在简安车站前展开了消毒作业 而乡长游书甄表示目前所有的活动都暂停 各管设也都关闭 呼吁民众尽量不要外出 更避免前往人潮聚集的地方 个人的防护工作一定要落实 才能够避免肺炎疫情在花莲发生 国内疫情紧张 花莲县环保局这两天展开了全面消毒 针对宫庙、校园、周边环境进行的喷洒作业 花莲县已经成立了防疫消毒大队 这个防疫消毒大队主要是由环保局 还有各公所的清洁队来组成 我们主要的工作是针对户外环境来做消毒 包括哪些呢 包括就是比较人潮聚集的一个地方 大型的营业场所 还有交通场站 还有就是学校啊 或是像寺庙、宫廟等等 我们就会安排时间来做清销 那最近针对这个疫情的部分 我们在近期已经规划 县长特别重视 那我们已经规划了寺庙 还有就是八大行业的一个消毒的工作 也都可以在近期的之内来完成 那另外呢 针对这个我们花莲的门户 花莲火车站、吉安火车站 以及各个乡镇市的一个火车站的部分 县长也指示 希望每天来由我们消毒防疫大队来做消毒的工作 那总共这个近期我们规划起来 有1437个场所 那希望给我们花莲的民众 有一个安全的一个户外空间 吉安相公所清洁队 星期一早上也在吉安车站周边展开消毒 乡长有熟增到场关心 并且呼吁全民一起来做好防疫工作 从5月11日的当下我们就进行消毒 从我们的吉安火车站到各个观光领域 还有多人出入的场域、公园 以及学校陆续的来进行巡回式的这样的一个消毒 那吉安相公所在这里也会配合我们 县级的疫情中心来作为我们这个观光出入口吉安火车站 以及大型的这些游乐设计的游乐地方 包含我们庆修院还有台开 以及我们自己的浩克艺术村等等的地方来作为消毒 那在我们的这个火车站的部分是天天消毒 而且呢有机会有时间就必须要来消毒 在这里再一次请我们的乡亲呼吁我们一起来共体时间 把我们防疫的工作做到滴水不漏 让我们疫情不要来 目前吉安相所有活动都暂停 各个管设也关闭 乡长游淑珍呼吁民众尽量不要外出 并且落实戴口罩、勤洗手 不前往人潮聚集处 大家提高警觉一起来对抗肺炎疫情 建律会吉安相报导 在毅宮城下的对抗肺炎疫情 我们的码吸引导 在毅宮城下的 помощ 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